大家好 我是Kiki 我們今天要來做50年代的洋裝 這次是製作步驟 所以你如果想要製作這件洋裝 你可以私訊我們購買服裝的版型 版型有7片 A片是副前片 B片是前片 C片是後片 D片是袖子 E片是袖口 F片是腰帶 G片是我們的裙白 A片要剪布料兩片 B片剪布料兩片 C片剪布料兩片 D片剪布料兩片 E片跟F片也是剪布料兩片 裙白是對折剪一片 再來我們需要剪貼秤 A片要剪貼秤兩片 A片要剪貼秤兩片 E也要剪貼秤兩片 F要剪貼秤一片 布料剪好的第一步 我們要先把所有的省道都給縫合起來 肩到腰的省道全部都要縫起來 記住就是我們在縫省道的時候 盡量不要直線縫 要對著版型上面的弧線去縫合 這樣會比較貼合我們的身體 第二步呢 就是把前片跟後片的側邊線給縫合起來 你可以選擇考克收編 或者是雙縫收編 都可以隨意 那第三步呢 我們就是把正後方的直線給縫合起來 接下來你要把貼秤的部分 貼合到相應的板塊位置 那你要在燙貼秤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你的運斗 不要直接接觸你的貼秤 以防運斗壞掉 我們這邊是不用有膠的貼秤 所以我們的布料其實不適合用有膠的貼秤 所以我們沒有用貼的也沒有用膠的那種襯布 那各位也可以依照自己選取的布料 去決定要用什麼樣的襯布 那襯布其實有分很多種 有厚的有薄的有膠的有沒有膠的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就我所知比較普遍的是白色黑色還有米色 所以我們要把有貼秤的那塊內襯的前胸片 接下來我們要把有貼秤的那塊內襯的前胸片 把正後方給縫合起來 縫合之後呢 我們要先把剛剛縫好的上半身的肩膀部分給縫合起來 兩邊都要縫喔 我們要把上半部的後頸部位的地方給縫合 縫合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內襯的上前片 跟我們的上半身的前片領子口給縫合起來 這個部位呢 要建議大家就是拿珠針固定角落的部分 固定好正中正後方固定好角落之後再固定弧線 弧線固定好之後呢 再固定直線 重合好後呢 你要記得每一個弧線的地方要剪出小三角 這是為了讓我們衣服翻過來的時候 可以讓那個弧線的地方保持平整度 一定要剪小三角 不可以忽略掉這個部分 小三角呢剪越密越好 還有啊就是我們領子的尖口 地方一定要拿細針或者是捏針 去將小角給戳出來 主 oblig 比較會不會比較立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呢 在相应的位置里面 你要把这个画起来的部分往里面折一公分 然后把它缝合到相应的前片位置 这是封闭我们的领孔 那当然因为也是弧线 所以比较建议你还是用珠针固定好 或者是有粉笔去做好标记再去做缝合 当然每缝完一条线或者是一串针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去把衣服做熨烫哦 接下来我们要把腰带给缝合到上衣部分 有贴称的那一面都在里面 没有贴称的那一面都在外面 对手接下来 这一面都在外面 然后请温柔 将农会 第二线在外面 已找到贴族中柱 最后把价值得更害了 Waterhouse 一辈子 晒三方 却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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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把袖子的地方進行抓皺處理 抓皺呢有很多種方法 你可以用你最習慣的方式去做 至於抓皺要抓到多少呢 我們版型上面都有標記樹脂 然後你也可以用到適合你手腕的寬度去做抓皺 抓皺做好之後呢 那我們要先把袖子的兩邊給縫合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把袖口給縫合 先把袖口的兩邊縫合起來 我們這次做的是適合手腕的袖口 所以是沒有開口的 縫合好之後呢 它會形成一個圓圈狀 你抓好皺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縫合到我們的袖口裡面去 這樣抓皺的袖子穿到袖口裡面會比較好縫合 這個部分比較小 所以你在側縫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不要縫到手了 將袖子翻面對著縫紋空間後做縫合 將袖子翻面對著縫紋空間後做縫合 這個部分的袖口 把袖子翻面對著縫合 用來插一個试合 然後下一個筆尾口 其實打開拓打尾口 袖子的部分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袖口缝合到上衣上啰 裙子部位需要在标记处做压折 压折的位置必须跟另外一半是对应的 这样子裙子才会看起来特别的平均平整 夹着好之后的裙子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腰带上了 有厚度的状况下要小心缝制 将腰带与裙子多余的布料剪掉 将缝纫空间折缩到腰带与袖子之间 接下来 在餘相應的位置我們要縫上長拉鍊 就可以這樣吧 有些睫毛子 味道膏 很清潔 很精彩 有攝影中 很濃郁 尤其是那個 将内片的领口处做缝合 缝合好之后要记得收裙摆 我们的洋妆就完成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